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在此一同见证年度最始产品的诞生 那么今年谁又会成为幸运儿呢? TSA 2018 由超高性价比游戏本极宽数码港冠名播出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奖项就是年度最智障显卡奖了 获得2018年度最智障显卡奖提名的有 RTX2080 RTX2080Ti 以及TITAN RTX 那么生意究竟属于哪一张显卡呢? 多么艰难的抉择呀 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 现在我宣布获得2018年度最智障显卡奖的是 TITAN RTX 恭喜太太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老黄 请老黄上台领奖 恭喜黄老板 来 奖杯拿好 和我们聊聊你的获奖感言吧 非常荣幸能获得我们今年的年度最智障显卡奖 能获得今天这个荣誉呢 我特别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的支持 尤其是人傻钱多的中国市场的各位土豪朋友的支持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说实话呢 我刚刚坐在下面这个心情非常激动 但是呢 我也很淡定 因为我非常自信 今年能拿下TSA大奖的 不管是哪一张卡 反正肯定是我们 宁伟大吧 哇 我们黄老老板真的很自信啊 那么你觉得我们今年的TITAN RTX这张旗舰显卡 可以获得TSA 2018年度最智障显卡奖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我可以跟你好好地来聊一聊TITAN RTX这张显卡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老黄 让他来给我们分析一下TITAN RTX的获奖原因吧 首先我们这个显卡的外观部分 它是延续了20系的一个煤气造的设计 这个卡呢 毕竟是冬天发布的 那玩家肯定是要取暖 对吧 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考虑的 但是我相比20系做了一点小改进 我们配色上使用的是一个香槟精的配色 并且你看这个侧面啊 金光闪闪的 它是做过镜面反射处理的 非常的尊贵 还有这个灯呢 它是白色的灯 和绿色的2080Ti不一样 它看起来非常的典雅 有一种珍珠的质感 毕竟买了我们显卡这些傻子呢 花了两万多块钱 我肯定要让他们觉得物超所值 对吧 物超所值怎么体现呢 最重要的就是外观 对吧 外观肯定要和穷逼用的显卡区分开来 那么这个香槟精的配色 就是我们这张TITAN RTX最大的一个创新 不光讲外观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咱们TITAN RTX的这个PCB和2080Ti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PCB的布局 供电的用料啊 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两张显卡的关系 唯一的区别就是2080Ti看起来少焊了一颗显存 对吧 那说到显存呢 我们这一次在显存上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我们给TITAN RTX配备了24GTDDR6三星的显存 给这么大的显存当然是有原因的 尤其是在你发贴的时候呢 装逼的底气比起2080Ti可以提升118% 那么这两款显卡的GPU核心都是TU102 那说到TU102就要聊到我们非常优秀的阉割技术了 半年前我们在发布2080Ti的时候呢 特意把TU102的CUDA、Tensor Core和RT Core都阉割了一遍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能在今天在这一张TITAN RTX上采用完整核心了 4608个CUDA、576个Tensor Core、72个RT Core 精确制导、精准定位 完全发挥我们的传统强项啊 虽然这么一搞呢 TITAN RTX的规格就不如TITAN V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消费者都是星级玩家 只要定价比TITAN V要便宜那么一点点 规格上他们肯定不会注意到的 我们TITAN RTX能拿下TSA大奖主要还是靠实力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也跑了一些测试 平台为了方便对比数据我们还是延续传统 用870K搭配影驰16G 3600内层 你看这个TITAN RTX的FSE得分和2080Ti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TITAN RTX只高了100分 Timespy的测试差距稍微拉大了一点点 即便是Timespy Extreme 极限4K测试 TITAN RTX也压根没有比2080Ti强多少 咱们这多出来的几百个CUDA和100多兆频率可以说是收效甚微 反映到实际游戏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打开极限竞速D屏线4 逮下护一下 TITAN RTX在1080T分辨率下可以跑到143帧 跟2080Ti根本没有区别 2K分辨率两张显卡也都能跑到123帧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4K分辨率 TITAN RTX终于有了非常微弱的领先 2080Ti、TITAN V和TITAN RTX这三张显卡 基本上还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到了刺客信条奥德赛里 基本上也是一个样子 1080P帧数完全一样 2K以及4K分辨率 TITAN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 反正玩起来基本没差了 在《杀手2》里 这个差距稍微拉开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到了4K分辨率下 至少TITAN RTX相比TITAN V的领先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和2080Ti还是一个水平上的 古不利益暗影一样的结果 从1080P到4K这三张顶级显卡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孤岛惊魂5》也是如此 1080P三张显卡几乎是一样的 2K泰坦RTX略微体现出一点优势 4K和TITAN V拉开的差距 但是和2080Ti还是差不多的 到了《怪物猎人》世界里 这个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了 1080P下两张图灵的新卡领先TITAN V不少 但是到了2K分辨率下 情况就发生了反转了 TITAN RTX不抵TITAN V 4K分辨率这个差距进一步被拉大了 从这些游戏测试可以看出来 TITAN V和TITAN RTX 由于架构上的差异 在不同的游戏里表现会非常不一样 但是2080Ti和TITAN RTX相比 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甚至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咱们优秀地做得高端的 非公版的2080Ti 在以上所有的游戏里的表现 绝对会比TITAN RTX还要好 你看我们家的TITAN这么努力 怎么可能不拿奖呢 对吧 咱们再来说一说光线追踪 TITAN RTX在硬件上就配备了更多的光追单元 所以我们运行一下前天刚刚上市的3DMark最新跑分软件 史上最难的游戏Port Royal光线追踪跑分 TITAN RTX相比2080Ti领先了7.8% 相比游戏里来说 提升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在实际游戏战地5当中 TITAN的优势并不明显 最低档的光追甚至帧数还没有2080Ti高 而在光追全开了之后 也只领先2080Ti一帧而已 4K分辨率领先幅度也非常有限 在星球大战的光追demo里情况也差不多 不管是2K还是4K分辨率 TITAN RTX都比2080Ti高那么一点点 当然了 比起老卡肯定是强了太多了 对了 我们的显卡深度学习一直都很牛逼的 TITAN RTX也不例外 我们在乌班图上跑了几个TensorFlow的深度学习测试 基本上TITAN RTX和TITAN V是同一个水平上的 相比2080Ti还算是有一定程度的领先 当然了相比1080Ti这个领先幅度就非常明显了 可以说额外的深度学习单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的客户竟然都愿意花双倍的价钱去买一张深度学习性能强10%的显卡 也是蛮傻的 大概因为工家的经费都多的用不完了吧 不过TITAN RTX有一个项目是绝对领先游戏显卡的 那就是OpenGL的专业性能 在SPEC的专业测试中 TITAN在多个项目中占优 尤其是CATIA和NX这两项里面 TITAN RTX凭借TITAN驱动上的优势都有得非常棒的表现 包括我们跑CCD的测试CenterBench 两张TITAN的OpenGL性能是游戏卡 怎么样都达不到的 你看我们把TITAN卖到2万多也是有理由的嘛 至于达芬奇的调色 这三家又是一个水平上的东西了 只有到了8K分辨率 两张TITAN才会略微有一些优势 V-Ray的渲染就更搞笑了 TITAN RTX的表现还不如TITAN1 毕竟核心小一号码 正要拼起硬规格来 TITAN RTX也是没什么优势的 看完性能 我们再用Time Spy来测试一下烤机的表现 尽管TITAN RTX的末屏比起2080Ti高出来一截 但是体现到实际运行的频率曲线上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 尤其是到了后半段 这两个卡的频率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温度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个卡就算是装了煤气灶 双风扇的散热用久了还是会非常烫 甚至长期高负代下 比起2080Ti甚至1080Ti都会再高一些 并且功耗也不算特别好看 比起TITAN V还要再更费电一些 不过说到费电 就不得不来聊一下另外一件事了 超频 关于超频 TITAN RTX有一个好消息 由于TITAN RTX和2080Ti的PCB幾乎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2080Ti用的水冷套装装在TITAN RTX上 完美契合 接着我们通过Afterburner的新功能OC Scanner 来自动检测体质生成超频频率曲线 超频后 我们的TITAN RTX平均增加了177SW频率 Time Spy分值频率达到了2085Mbps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拉了750Mbps的显存频率 毕竟这张卡用的是三星的显存 超频也是比较容易的 超完频的TITAN RTX可以在FSE中跑出2万分的无形分 提升17%还不错吧 娱乐大师的显卡得分也可以达到50万分以上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下Port Royal的光追测试 从8662分提升到9691分 现在N卡的Boost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温度表现 所以我们在上水之后频率提升会非常明显 不过就算用了TITAN RTX超频 我们的成绩在Port Royal的跑行榜中也只能排到全球第21位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往上翻译一下 前10名轻衣色都是GOC超频大赛上的 名人堂OCLAB特供版2080Ti TITAN RTX本来也没比公版的2080Ti强多少 能打得过这些非公版液弹超频的顶级卡 那就有鬼了 另外从今天我们给到的测试数据中 大家也能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个是9月2080Ti首发的时候测出来的孤岛惊魂5的性能 这个是咱们这次测出的孤岛惊魂5的性能 这是我们去年9月份测的孤岛惊魂暗影 这是我们今年测的孤岛惊魂暗影 用不着我在暗示了吧 这就是我撕大门鼎鼎的核心技术 负优化2.0 新卡性能大幅提升 但是老卡我们就管不着了 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干过 尤其是9系卡刚发布的那个时候 960和760我们是怎么调教的? 相信各位都还记得吧 主要是我们现在在玩这一出还是想恶心一下 今天买了10系卡的各位同学 谁叫你上这么便宜的车呢? 便宜美好货的道理没听过吗? 我们新卡涨价当然是为了你好的 活该买不起嘛 我们这次的泰坦RTX可以说是我们做过的最锐智的显卡 我们特意整理了一个表格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年的旗舰单新卡 性能提升幅度是怎么样呢? 你看这个折线图 基本上就是一个慢慢放缓的趋势 到了泰坦RTX这个点 增长速度就放到最慢了 泰坦RTX很荣幸成为了这10年以来 甚至可以说GPU诞生以来 进一步最小最美排面的旗舰N卡 那我们能获得这样的殊荣呢?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说了这么多呢? 黄老板你觉得今年咱们的泰坦RTX 能够获得最智障显卡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是价格啦 我把一张跟2080Ti没什么区别的显卡 加个显存换个皮就能卖到2万多耶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把3080Ti卖到2万块 把下一代泰坦卖到5万块 用不着几个月 我们市值就能又翻一倍了 岂不美哉 老黄果然是叱咤多年的商业鬼才 深谙经营之道 在凌冽的经济寒冬中 唯有涨价才是硬道理 唯有挤牙膏才能谋发展 这一次也是恭喜黄老板 恭喜泰坦RTX荣获TSA2018年度最智障显卡奖了 让我们向他们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键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转发本期视频 更不要忘了来极客湾数码港逛一下 看看各种高性价比的游戏本、商务本 或者在极客湾电脑超市定制你喜欢的台式机 马上RTX2060也要上市了 届时我们不仅会测试性能 也会想办法给大家看能不能开一波车 对于这个新卡感兴趣的同学 可一定要记住持续关注我们哦 下节目再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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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